有那么严重吗 有那么严重吗 肥是要减的 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你怎么给对方好的生活 我们必须承认几点 第一 在相爱之前 你是你 我是我 在相爱之后 依然你是你 我是我 只不过是在爱情当中 你是我目前唯一的选择 那么既然这么多年 都没有在一起 因为相爱走在一起才两年 对方身上所存在 跟你不同的那些点 一定是客观存在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 和完全适合的人 我的观点就是 没有合不合适 只有够不够爱 你能举出多少 因为不合适 没有在一起的例子 我就能举出有多少 千差万别 相差很远的人 最后走到一起的例子 所以合不合适 没有唯一的标准 而是关键在于 你们够不够爱 第二点 既然我们承认了 彼此之间就是有差异的 我们还得承认一点 人 在漫长的一生当中 是不会发生太大的改变 你不相信 你就去看你周围的人 除非是经历过生死 和一些起起伏伏的大问题 大部分人 这一辈子的生活习惯和审美 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如果有 也是细小的调整 所以我们不要去期望 对方会有所改变 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第三 既然人是不可改变的 那我们就只有调整 调整自己可以调整的那一部分 比如说对于男生来说 你可以调整的那部分 就是第一 人家为你好 你得知好歹 虽然嘴上可以降 不改 但心里得领情 这个可以做调整 这不是改变你的性格 至于那个什么 给女主播刷礼服这种事 如果你内心深处 真的就觉得 在做主播这一行 自己的女朋友不如别人 你可以坦识外地说出来 这可以帮助她提高 而对于女生来说 性格内向是没有办法改变 你不需要去调整 自己内向的性格 但你需要调整的 是对待她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你明白吗 明白 好吧 就这 还看着女主播吗 其实我是特别关注这件事的 我就在想 一个男生有了女朋友之后 他在那么关注一个 女主播的行为 到底是一种什么行为 从我个人的角度 我觉得我们听到的 所有事里面 这件事情是最严重的 这就说明 在他内心的世界里面 他有一个沟通对象 是那个人 是你更愿意跟那个人去沟通 而不愿意跟身边的 这个人沟通 那你说这个事情 严不严重吗 在我的价值观里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最严重的 如果你真想要的 就是一个大气的 拿得出手的 在你的事业上能帮你的 或者在你的家里能帮你的 显然这位太小家必育了 当然如果说 我就要这么一个女孩 我觉得没问题啊 对吧 这是第一 第二 我认为问题严重在于说 双方没有找到一条 沟通的渠道 你们哪次争吵是有结果的 全是无果的 喝喝一乐过去了 下次还是这样的事 依然去吵 你还有多少耐心去吵啊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千万不要试图改变一个人 也千万不要试图 为一个人去改变 因为都做不到 真实的我 真实的呈现给对方 能不能接受看你的 供你们参考啊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成》 刚才听嘉宾点评 我就感觉 的确是因为我脾气太大了 也不懂得谦让你 所以说我们才会 一而再再而三地 出现这么多争吵 我觉得我爱你 我就应该去包容你这种性格 或者你这种脾气 我希望你给我个机会 以后我会慢慢改成过来的 懂得对你谦让脾气不要那么大 还有以后直播我也不看了 其实吧 说到这个性格方面 其实我是可以慢慢来的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慢性的人 但是我就觉得你在生活中 多对我包容一点 不要那么大声地对我说话 不要对我太凶了 我希望我们还是能在一起 希望能在一起 因为我习惯有你的日子了 因为我习惯有你的日子了 慢慢慢慢我被拒绝 谢谢两妹请回吧 好 来 请关门 好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队的选择究竟是什么 请开门 请开门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成功牵手的男女嘉宾 将获得由EB师提供的 深海纯浸水嫩保湿套 和二十四小时保湿 实时的保湿套